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数还维持在高档400点的震荡 可是高档下跌的股票越来越多 你看台光电就最清楚 台光电昨天跌停板 今天又继续跌 短短几天时间而已 550 400块钱已经守不住了 很多这样公司 所以一直提醒你 涨高的股票不要再去追 对 成名店 怎么上去就怎么崩跌下来 立台 业绩还在亏损 股价炒到175 那你还要去追 今天都跌停板啊 双红今天一度打到跌停 旗红也打到跌停 联发科今天也大跌5% 汉堂也跌停 汉堂也跌停 新普也跌停 这个最近涨幅很大的股票 你底部有买当然很好 底部没有买等它涨高之后你再去追 主力一倒货出来 就换你套在上面了 所以每天跟大家讲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这绝对不会错的 昨天美国股市 昨天道琼小涨37点 纳达克跌0.54% 分成报告体昨天跌了2.47% 分成报告体最近波动很大 每天涨跌幅都2%2%的涨跌幅 波动最剧烈的还是在AI的个股身上 最近AI的股票在高涨大震荡 你看上礼拜五全面大跌 礼拜一又继续大跌 礼拜二一个反弹 昨天又是大跌 英特尔跌4.4% AMD跌3.9% 麦威尔跌了5.7% AI的股票国内已经在崩跌了 美国市场也在高档大震荡 所以林天天提醒你 AI是一个大未来的生活 可是行情是一步一步在走的 你不要迷恋那种强势股 迷恋那些涨高的股票 那是最危险的 那是最危险的 台北股市的部分走15天的周期 已经走了半年多了 这一次15天扩研到第三十天 我事先也跟大家预告了 你看三十天到了之后 加权指数维持在高档震荡 指数虽然还没有下来 可是跌下来的公司 跌下来的股票越来越多 跌下来的股票越来越多 你看创意 跌成什么样子了 一千九剩下一千三而已 六百块钱了 六百块钱就多少了 就三十八期啊 智元也是啊 所以指数是参考 高档股票会下来 底部的股票会接棒 你不要去买的管呢 你买高的很容易受伤 买底部的了不起不涨而已 你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一旦资金转进来 就轮到它补涨 你看最近红海是不是在补涨 那红海补涨 这两天也停顿下来了啊 股本太大了 有些没有买到红海 反而跳过去买 红准 那买红准的结果 一天两天 今天红准打到快跌停 今天红准打到快跌停板 对 今天打到快跌停了啊 所以不要在市场买买对股票 你随着市场在起舞的 这个风险很高啊 没那么简单啊 股票市场赚钱没有那么容易 你要用心去研究 不要只是看报纸 看报纸能够赚大钱 大家都好贵人啊 所以多去研究 多去了解 研究产业面的问题 研究公司的获利情况 涨高的不要追 坚持买底部 股票市场咕咕痕痕痕痕 钱贪不完 就是方法一定要对 原则一定要坚持才可以 否则股票市场 稀里哗啦 钱输了一大堆 怎么办 对 就很可惜嘛 对 近来本来是为了要赚钱 结果没有赚到钱 反而赔了一屁股 很多股票最近都在拉高出货 一直提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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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建策 今天也大跌了啊 涨到一千块钱 才赚多少而已 EPS才十六块钱而已 EPS十六块 股价涨到一千块 你还要去追 我也没你办法 对 担十六块钱一千块 你还要追 那你就要承担风险了嘛 你至于要承担风险了嘛 底部的股票慢慢买 没关系 你看最近 指数还在高档 对 指数还没有太大的变化 外资已经开始在一直增加 台子期空单的部位 昨天又增加一千零二三口 连续四天 空单已经增加一万两千口了 你看到这些数字 你有什么感觉 知己知彼 才能够百战百胜 指数还在高档区 外资买的动作减少 今天是4亿 兼外资买卖超的部分 只有4亿而已 兼外资小买4亿 最近指数还在高档区 400点的区间里面震荡 外资在这区400点里面 已经增加一万两千口的空单了 外资都是两手策略的 他最近一直在增加台子期空单 等他空单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 下一步会怎么样 台子期只有5%保证金而已 那输资是更大的 当外资连续4天再增加台子期空单 等到增加部位到一定量之后 他一定会想办法让指数下来嘛 指数一下来 他整个利润空间就会扩大了嘛 那指数要下来最快是什么 最快就是台积电嘛 外资买了一堆台积电 到时候会不会拿台积电来计期 台积电占大盘的比重高达30个person 他只要一杀台积电指数一卸下来 他台子期的空单坐享其成 所以当你看到外资一直在 布台子期空单的时候 你要有危机意识啊 大盘这里30天走完之后 开始进入15天的修正周期 开始进入15天的修正周期 行情随时台积电一发动 台积电一杀下来 整个指数掉下来就很快 所以器官的股票不要去买买堆啊 找底部的股票买 更安心更安全 台积电15天的周期我也给大家看过 30天到了之后 台积电最近也在高档震荡 掉下来是不多 掉了大概十几块钱下来 可是台积电指标也在高档去 台积电的周期15天结束之后 目前开始进入一个15天的修正期 你要买台积电OK啊 可是不要在现在嘛 要买我们走就买了嘛 我在580的时候 零和宴在580的时候 就告诉你了 台积电目标至少看700块钱 所以要买你走就买了 不是等到现在已经涨到700多 你才在买台积电的准备了啦 台积电长期看好我也认同 可是等他修正完嘛 行情会去买了 台积电前年涨到670 记不记得 前年涨到670 一跌下来也跌到370啊 现在涨到790 下一次修正下来 会不会回600块钱 当然不会这么快啊 可是一个大破绊循环下来的时候 台积电要回来600块是很容易的啊 那短期之内 台积电走15天的周期 你想买至少等15天过后嘛 对不对 才刚开始第4天第5天而已 但两星期以后 台积电有机会休息吗 到时候再决定嘛 是不是 尤其外资在大量建立台子期空单的时候 台积电爱注意 很容易沦为外资的工具 涨高的股票更危险 今天连联发科都下来了 今天是靠台积电撑住 同时在拉台金融股 你看今天富邦金 国泰金 台汽银 国票金 今天是拉这些大型全资股在撑 可是个股的部分 卖压很沉重 六成的股票都是下跌的 跟昨天情况也差不多 跟昨天是八成的股票跌嘛 对不对 今天是六成的股票跌 那跌起来凶的 跌得很快 都是涨高的股票在跌 你看今天AI的个股 今天AI又是重灾区 奇红陈银 陈明店联发科 续品金像店 你看金像店最近 也跌很快啊 大盘还在高档 这些涨高的股票 一档一档 都开始崩跌了 技嘉 昨天跌7% 今天跌3% 两天下来 技嘉从375 现在已经剩下多少 317啊 很快啊 每支股票都一样 要买底部你就该买了 技嘉从320 谁在买的 只有我再买而已啊 320 我们开始买进 我也让你看啊 对不对 320买做三趟 赚了40% 那300块钱以上你再去追 你要赚个40% 很难啊 不但很难 如果你手脚不够快的 你脚手不够快啊 300块以上 你有去打下去 你有去打下去 你贪有钱吗 你贪没钱嘛 对于你做跌3%很厉害 你 动作没有那么快的 你在300块以上去买技嘉 很容易被套住啊 那你如果在220买的 是不是很放心 对不对 啊不要去队贯 让我找底部的股票做就好了嘛 有那么多好的机会 一次又一次的印证给你看 你看微软 130买 159卖出 22%啊 对不对 带你进去会带你出 又找底部的股票就好了嘛 美食 230买 做两趟 又38% 一直在印证给你看 一直在做给你看 连的印证党党党都找底部的股票 全市里面觉得我能做而已 其他老师都在追高 都在追强势股 真的那么好赚吗 材料KY 是不是又是底部的股票 我每次专找中股票给你做 全市场也做我这样在做而已 800买 820 830一路买 850也加码 对上礼拜一 涨到1110 这样是不是又38%了 我们1085卖出 1085卖出 卖完之后是不是掉下来了 在涨的时候 很多人想 啊 有回我要买 有回我要买 那真的回下来你敢买吗 真的掉下来你又收起了 你又不敢买了 上个礼拜五 材料KY掉下来的时候 我们900 890又买进了 昨天 涨到 951 我们950又卖出了 礼拜五 890买 昨天礼拜三 950卖出 一张又60块 60块一张6万 10张就60万了 5张也有30万 啊老师 但是 材料KY好贵哦 买一张也可以啊 对不对 买一张 90万你们有 礼拜五买 礼拜三卖出 90万赚6万 也很好啊 下来我会再买 你不要急 财报发布出来 62.52 一年 一年 获利增加两倍 材料KY 几块可以再买 几块钱可以再买 你要做你跟着我一起做 不要自己 大猪大一张一直追高 一直追高 然后套到了 就好痛苦 这样股票投资起来 就不开心了 资讯费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不要因小失当 舍不得花小钱 赚不了大钱 那是不是更可惜了 对华瀚六个月底部 我也给大家看过啦 275 280买进 上礼拜二310卖出 280买 300亿卖出 是不是下来了 今天剩下284 底部做得很大 这个底部做得很大 不会这样一波就结束 可是时间周期结束了 等它拉回 重新打底完之后 要求到来求就好了嘛 该买第一时间你就要买了 第一时间没有买 涨高就不要再去追了 等下一次的机会 再找其他底部的股票 还有的嘛 还有嘛 你看大学光 我们275买的 对 涨上来300块钱 昨天发布财报 大学光 去年EPS 12.5 创历史新高 要配7块钱 配息率已经将近60%了 这个数字其实都不错 那今天大学光是跌 跌就跌啊 对 今天跌了12块钱 为什么这样 获利创历史新高 配息又配得不错 那为什么还会跌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有些人认为 这样殖利率不够高 那就杀出来 那杀出来 就杀出来啊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也不能勉强你 可是毕竟他还是底部的股票 你要叫他拨到队下去也有缘 现在这次修正完指标快要黄金交叉了 到时候黄金交叉一形成 又是底部开始了 水中股票 大盘涨到一万 涨到两万点了 结果在低波 尤其获利优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你去杀低可惜啊 你应该是逢低 趁别人不要丢出来的时候 逢低下去捡才对啊 有时候格局眼光 看大一点看远一点 不要一直看眼前的涨跌 你会错失很多的机会 上半公业也是啊 每年上半年的多头 这次打底打了六个多月七个月了 现在就在等什么 等发动的讯号出来 79 80 一站起 就开始上档啊 最近股价都在77 75来回走 你要捡便宜 趁他蹲下来的时候快落去 底部不敢买 等到80站上去之后 你又后悔了 我是不是每次都还在底部 酝酿的时候 就一直苦口婆心跟大家讲 可是很多人看到行情不涨 他就没兴趣 等你忽略掉之后 行情一发动 你又错过了 我找的股票都是基本上最好的 尤其股价还在底部驱的 台大电也是啊 270就跟大家讲了 涨高的股票下来了 底部的股票是不是又上去了 那当时我在讲的时候 280你随便买 现在都已经310几了 是不是 所以眼光看远一点 不要一直只是看眼前 前两天给大家看 美国的航空股 新南航空 涨了60% 台湾的航空股长龙航 一直都还没有动 昨天财报发布了 4.01 跟我预估的4块钱 几乎一模一样 而且公司配1块8 殖利率5.5% 也很漂亮耶 今天股价开高走低 利多出来为什么供不出去 很多人就很纳闷啊 你看今天成交量16万张 变成开高走低 最近外资的资金 已经开始在进驻了 连续一个礼拜 5天买了4天 5天下来 外资买长龙航 买了64000张 三大法人买了79000张 那为什么今天开高出不去 我跟大家讲过嘛 长龙航最大套牢区 在33块和34块 33跟34 在套牢区没有过之前 行情一时半刻攻不出去 可是当套牢区一过关 这个情况像不像台积电 台积电当时在590到610 最大套牢区过不去的时候 每次倒就下来 每次倒就下来 可是一旦站上去之后 海阔天空整个都喷出去了 所以长龙航接下来 33块34块一站去 33 34站上去 爱注意哦 爱注意哦 还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包含ETF的部分也是一样啊 最近大家在乐中 市场很流行的 在买什么 大家在申购00940 最近很多人在问我这个东西 00940 要不要去申购 对 申购价10块钱 10块钱就一定赚钱吗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我本来不想讲这些东西 因为跟我没关系 可是很多人在问 现在投资人很多一窝蜂 都在申购都在抢购 一定会赚大钱吗 你去想这个问题 券商发行ETF 他有责任 要帮你赚大钱吗 你去想这个东西 很多人都说 这是00940 里面的成分股 赶快买就对 你看今天成分股 长龙大跌 汉唐跌停 新浦跌停 联发科大跌 中美金大跌 那呢 不是发行ETF 这些成分股一定会大涨吗 谁说的 有时候脑袋放清楚 想清楚 为什么券商要发行这些ETF 尤其这些成分股 我们再把成分股内容给大家看 这些成分股 党党都涨很高 这些成分股 联发科长得不够高吗 长龙有起来很高 神机有起来很高 汉唐已经涨到翻天了 群光有没有涨翻天了 联发科 是不是党党都心象 你要知道ETF的意思啊 他让你申购10块钱的 他总共收了 假设收了400亿 收了400亿之后 他去买这些股票给你 他为什么不去发行那些 在底部的股票 他为什么要去发行那些 已经涨很高的股票 你想这个问题 等你申购完抽签抽中 等到你拿到股票的时候 这些股票怎么样走 他涨那么高跟你没关系的 你懂我意思吗 你知道主力法人券商投信 他们把股票炒高之后 不好脱手怎么办 发行一档ETF 发行一档ETF之后 收你们的钱 把高档股票丢给你们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想清楚 行情都是有买有卖的 你们去申购ETF 他收了你400多亿 假设收400多亿 你们400多亿买的股票 是谁卖给你的 有买有卖嘛对不对 他总共申购收集了那么多钱 他买这些股票是谁卖给你的 所以涨到那么高 再募集一笔钱 把这些涨高的股票 全部丢给你 你说你会赚钱吗 我不是喷你冷水喔 我是看到最近这股热 有很多人在问我 好像感觉喔 我赚没了耶 是这样子的吗 如果里面成分股都是已经 涨到天花板去了 你们这些前辈人家募集 来去买这些股票 你说后面你会赚钱吗 不要以为10块钱很低就稳赚了 不要有这种想法 慢慢再跟大家讲多一点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跟大家 什么东西都讲得很仔细 包含ETF都一样 要买都是买底部 不是买高的 目前ETF底部是谁 大陆的ETF嘛 全球股市在历史高一点 只有大陆在低档区嘛 大陆要互盘 互得起来互不起来 钱撒下去就有了嘛 怎么互不起来呢 你看过年前跟大家讲 讲完之后过年后 大陆股市已经涨一大波了啊 对不对 最近全球股市 涨得最明显最凶的 就是大陆股市在互盘嘛 那相关的ETF 我在过年前 就跟大家谈了嘛 中五十正二 五十五号拌到五十五号拌 你又会拌到堆下去 大陆真的亡国了吗 不会嘛 是不是 加上又要互盘 这种十块钱的东西 互胜正二十块钱 涨到现在创新高了 这样一上来 从十块半涨到十三块多 就三十八去啊 所以一样ETF也是一样 高的不要去乱抢 底部才是好机会 但你看价格 几块钱没准 你要看里面的内容物 相关的成分股 到底是高还是低 去做判断 中国五十正二 我们从六块钱都开始买了 六块就开始买了 现在已经涨到七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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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五块半涨到七块三 不要小看这一块二一块三啊 一块二一块三就是三十%啊 所以股票投资 你要吃好做轻口 找简单轻松容易赚大钱的 而不是去硬碰硬 涨很高再去买 ETF 发行十块钱而已 问题它的内容物 全部都飙到天花板去了 所以也不是便宜的东西 懂事吗 也不是便宜的东西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你在股票市场 才会长长久久 30% 50% 有把握在出手 没有把握看没关系 股票投资不是 每天要买进卖出的 而是掌握到 你有把握的机会 全力出击 这样长时间累积下来的利润 才是最可观的 认同我这种做法 我们一起来合作 资讯费是刚刚一个的便宗而已 我们的负转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记得按赞订阅 跟上您的脚步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首先批股并自付投资分析 Hello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像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翻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